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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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Wing 很多谢你回来探我 本来这一集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月的超市好物 但剪完片后就发觉 今集的内容 全部都与零食有关 不知道是否因为天气冷 所以心只想着零食 还是我的眼泪只见到零食 还是一月份真的得零食 有新东西买呢 首先我想补回十月月好物片的食后感 十月月好物片介绍的 龙虾我就试了 我的食后感就是 肉质不错 而且没有其他牌子的冰冻龙虾 那么咸 而且比它们大隻 多肉,有高 所以8磅多一只 是很划算的 不过这么久我见过一次 之后这个三文鱼 我买的时候是7磅99 但其实现在已经变回原价14磅99 这个食品 其实网上有很多人都很喜欢 不过我自己就不太喜欢 我嫌它有点腥 而且解冻之后的雪水 就会积在盒子里面 所以整件事就好像很湿 但湿的不是普通水器 我觉得是雪水味很重 而且 那个 不知是否因为湿了 所以整个塔塔就很散 软滑滑滑滑 所以我不太喜欢 而且 这个香葱的香葱味 我就觉得它偏多 之后就开始 就像我们一月份 暂时看到有什么好事 首先就有这个 日本咖喱味的花生 KP出品 KP出品的果仁 我们就吃得多了 它的爱层是日本咖喱脆脆 包着花生 花生是原味花生 而外面那个日本咖喱脆脆 就颜色偏黄 所以我初时开的时候 觉得像 印度咖喱 的感觉 但吃下去 都可以算是日本咖喱的 因为它不是太重口味 所以我觉得 都挺好吃 这包东西 也是可以吃上印的 那 不是太福 值得买 除了KP花生之外 我亦都试了 GRACE出的 蜜糖雜果仁 其实它有很多其他味 但我暂时 只是试过蜜糖味 和Sweet Chili味 我觉得Sweet Chili味 其实这个蜜糖味 我已经是第二次买的了 现在Tesco做特价 在伦敦制造 每包含127卡路里 而且含有高纤维 每包含有粟米粒 青豆 蚱豆 和粟米片 粟米片 蚱豆 和青豆 用盐搅拌,所以咸咸的 蜜糖味去到每粒粟米粒 每粒粟米粒都被很多蜜糖包围 所以吃的时候就像一包泡菇 你知道平时吃泡菇有些泡菇是没什么味,有些泡菇是很甜 而这些粟米粒每一粒都像很甜的泡菇 所以是很棒 所以吃这包食物的时候就觉得像吃咸咸甜的泡菇 果仁不是太硬,所以不会咬崩牙 之后我们有哈根达斯出的 开心果家雲呢那味雪糕 是圣诞节期间出的特别版 其实这个应该放在12月的影片里 不过是出了影片后我才发现了这东西 所以就归来这一次出了 我觉得这个雪糕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如果你喜欢开心果的朋友 这个一定要必试 它真的是很大粒的开心果 所以是浓浓的开心果 加雲呢那味 如果雲呢那味雪糕也变了 有点开心果味 就应该更好 但这个我已经很满足了 如果下次见到一定会再买 这个我在Singsbury里找到的 它是乐天朱古力出品 泰国制造 我见到它一磅一盒 所以觉得很划算 买回来试一下吧 不过买到回家 我才看到 原来盒里面是有香港地址的 所以不知道大家在香港有没有见过它的综绩呢 不过每一盒里面只有两包 所以很少 我觉得初时看以为 不是应该有四包的吗 每包只有六至七条 所以其实不是特别划算 味道就跟普通朱古力条差不多 我觉得是樽纸味多过朱古力味 就像普通朱古力条 所以都正常的 不过这个不多说 因为可能大家在香港都已经吃过了 之后仍然有饼干 不知为什么 最近见到很多新出的饼干 今次我们有Bounty 即是Bounty朱古力 即是那些朱古力 在家里面全部都是椰丝 通常你是会在花街的Friend Celebration里面 会找到它 都是你一样很喜欢它 一样不喜欢它 应该在Celebration里面 它是最不受欢迎的 今次就出这个厚味的 软身曲奇饼 不是朱古力包住它 而是变成朱古力粒粒 其实它吸引到我买它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试试它 和普通的椰子饼有什么分别 一打开已经很大股椰子味很香 我觉得其实味道是ok的 不过那个朱古力是偏甜的 对于我来说 而且真的是软的曲奇 所以我想如果这个拿去叮一叮 让朱古力再软一点 可能会更好吃 我自己挺喜欢的 不过我呈现它没有朱古力 我觉得就是这样 那些椰子是很突出的 一条条很清楚 是比Bounty朱古力版的 因为它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饼干已经混合它 没那么柔 所以这个如果喜欢吃椰子饼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不过朱古力是偏甜的 之后也仍然是饼干 今次是马沙出品的 瓶子味脆饼干卷 或者脆卷 我看它的包装的样子很吸引 意大利制造 但是吃下去 那个饼干的脆卷 是很脆的 而且有点牛油味 我觉得是不错 但是那个朱古力 瓶子味不够 而且是很甜 我觉得这个肯定甜到有点想爆醋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是马沙出品 所以有点失望 因为其实马沙的朱古力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是有点失望 吃一粒已经觉得很甜 我想或者是因为你吃这些的时候 可能是要送咖啡 奶茶之类 那才好吃 否则只吃呢 我呈现它里面是黑朱古力 那搭配整件事 就可能会再吸引我多些 之后今期Costco 有朱古力版的鱛鱼烧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红豆版呢 因为我知道加拿大是有红豆版的 所以我想我们还要等下 不过我未试 所以之后补回四口感 之后呢 还有Hi Choo 不过今个我就没买了 因为其实它是 这一款是台湾出品的 那 我觉得很大爆 但其实呢 这个是我 一月头去拍摄的 那现在这个礼拜已经找不到 已经卖了 所以我不知哪间还有的 而最后呢 我就买了这一只 Stream Cheeks 其实它是虾头对落那两边面 那两个面珠灯 记上税之后呢 就八磅多 你可以说八磅多也挺贵的 那不过呢 那不过呢 我以前呢 试过在伦敦的泰国店铺 买过呢 很小包都要两磅多 那所以八磅多 我都买来试了 那它都是泰国出品的 那这包东西呢 就很好吃 而且很邪恶 也都很脆 那它的味道呢 它是原味啦 不过其实是偏向 啊 酸茸的味和不辣的 嗯 嗯 很好吸化 我觉得它是严重上忍 可以一边摺摺摺摺摺 很小包呢 所以很快便会黏成的了 其实它是酸 是脆的虾串 整包呢 就是125G 裡面的成份就写住有85% 都是面猪灯了 那这包那么邪恶的东西呢 就一定有味精的了 但竟然看不到有E-Number的成份表 如果下次再去Costco仍然看到 我想我会再买 今次跟大家说到这里 多谢收看,下次再见 拜拜